财经消息方面 TELUS正是计划向客户征收1.5%信用卡付款的付加费 如果获得批准最快会在10月开始 梅之辉的报道 电信公司TELUS正向加拿大视讯委员会申请 要求客户用信用卡支付账单时 需要额外支付1.5%的付加费 如果获得批准最快将会在10月就正式实行 假设一位居住在亚省的客户 用信用卡缴交100元的TELUS账单 客户就要支付1.58%的付加费 这个款额已经包括了付加费所需要支付的GST在内 TELUS要求委员会在9月7日之前 就这项建议作出决定 希望可以从10月17日开始征收新费用 TELUS表示 这项付加费有助于公司收回接收信用卡付款 所产生的部分成本 平均大约是2元 有媒体就此向TELUS的竞争对手 罗渣士、贝尔等公司作出查询之后 但仍然未有回复